一下子要完全寫到沒問題 應該不太可能的 一定剛開始會問題非常的多 因為我看太多同學 都是小細節 那你慢慢掌握這些 也不用死背 有的時候實際上 你要陳述的就是你工作內容 你要教他怎麼做 所以你要學的應該就是學直覺的 所以有時候我要處理一個事情 其實也是直覺的 我要先知道說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呢我要把他讓他叫 叫他去幫我做重複的事情 其實就跑一個回圈就OK了 這是最基本的 那再來的話你就是直接讓他run一下 直接run OK 那結果就出來了 有沒有 他就自動幫你把那個結果 輸出到你要指定的這個範圍裡面 但是當然如果說你覺得這樣 跑好像有點太快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讓他跑慢一點 那程式要怎麼讓他跑慢一點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按F8 F8 其實在這邊有個真錯 F租行 那什麼叫租行 就是F8按著他會怎麼樣 一行一行慢慢執行 那你可以藉由 游標放上去 他會告訴你 你現在 I跟追裡面的值是什麼 這個時候呢還沒有執行這一行 所以他還不會輸出 等到按F8之後呢 他就輸出了 為什麼 因為他執行過這一行之後 才會把結果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然後NAS 然後NAS 又執行一次 所以他的跑的路徑應該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吧 有沒有 他會先怎麼樣 把一列跑完之後 再換什麼 下一列 直到全部每一列都完成 有沒有 這樣子不就OK 就直接把它全部 如果說你覺得應該沒問題的話 你就把它執行過 他就全部完成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 這個I跟J兩個可不可以顛倒呢 當然可以啊 不過 你如果把這兩個顛倒會怎麼樣呢 他可不可以跑呢 他一樣可以跑 只是說跑的方式一不一樣呢 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如果你不知道也沒關係啦 反正你就把優標放這邊 記得放這個裡面 然後按F8 然後慢慢跑 有沒有一個 兩個三個 有沒有 他跑的方式 剛剛是橫向跑完再跑下一個列 那如果你把I跟J顛倒的話 他是先跑 一欄再跑下一欄 這個好像 其實好像前面那個年曆 我有一個範例 不過那個 那個範例裡面其實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好在在做動作 那做完之後呢 沒有問題 你把它執行 那另外的話 你可以把九點檔表再加一個什麼 加個清除 比如說你今天希望有一個清除功能的話 那很簡單嘛 把公式後面改成兩個雙引號 表示說你輸出的是沒有東西 再把這個名稱改成叫 要清除 然後怎麼樣 直接執行 空了 有沒有 執行 執行 那最後呢 如果你希望 在這邊加兩個按鈕的話 那就是在什麼 開發人裡面再去做就好了 但是實際上呢 一般的情況 說真的啦 你不一定說一定要加按鈕啦 比如像我的工作 有的時候我只是希望看到我最後那個結果就好了 那我就不用去加那個按鈕嘛 不是說你一定要寫完BBA一定要去加那個按鈕 不一定齁 那就要看你自己實際上作業情況而定 那如果你要做一個按鈕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表單控制項裡面的這個按鈕嘛 我前面講過嘛 你就把它拉一下 然後 再去 九指定要不要點一下啦 因為這個名稱把它複製 等一下就審打 審打這些這幾個字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按鈕 並且連結到剛剛的那個程序 那你按一下它 它就自動有一個這個功能了 這個我想都是最基本的 而且 如果你順順的做啦 你這個工作呢 很快的就可以幫你完成一個功能 就可以放在旁邊 然後呢你每天 只要想一想你有沒有什麼事情是 反覆一定要重複做的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試著寫寫看嘛 反正 上班的時間 如果應該都有ESale 而且都有BBA 反正你就花一點時間想想看 順便也有這種學習啦 OK啦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就是 剛剛的column 如果上面再加上那個 1到9 然後左邊再加1到9 另外就是說 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範例 再改成BBA的寫法